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也不多 就那么几十个吧 相对于我来说还是少点 因为我对长得好看的人没有什么抵抗力不分男女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部番是2016年的7月番 名叫这个美术社大有问题 女主余佐美和男主内眷是同校不同班的高二学生 二人都是美术部成员 女主一直暗恋男主 但男主却只喜欢二次元老婆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画出最棒的二次元老婆 而女主的画作也是奇怪的很 这一整部他好像就会画苹果 除了苹果就没有画过别的 男主也试图开导过他 可以把苹果拟人画 但是这画出来怕不是个合同村长 这天男主想让女主给他当模特 摆一个可爱的姿势 但这个抱腿做的姿势有一点点的露胖刺 女主害羞的套上了超防狼安全裤 男主表示 这幸好用的倒是很妙 画完以后女主探头一看 这个喵的真是一点都不像 而且连动作都达成了完全不一致 女主差点就要一拳祝他幸福 但男主温柔的对他说 这不是完全不像吗 这里就和你一模一样 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女主刚刚不小心露出的蓝白碗条纹胖子 这一波我猛夸细节 但事后男主还是画了一幅女主的画像送给了他 还算是有心 这天男主不小心把红色的颜料给打翻了 美术部部长伸腿的时候 又不小心把女主的画给碰掉了 正好倒在了颜料里 而此时女主的声音已经在门外响起 男主前去拦截 部长在屋里处理烂摊子 于是女主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 部长你真的是专业 女主一眼就看穿了部长的把戏 并发出疑问 我没画完的话哪去了 男主把他支开 让他看看柜子上面 他一个没站稳栽了下来 被男主抱了个满怀 小伙子比里惊人啊 但很快二人就跌在了部长的身上 部长没有考虑腰的事 而是先考虑了肚子 因为经过这么一杂 女主的话欠进了部长的肚子 欠进了进了 再看女主的眼神 你俩完了 这是他准备参赛的作品 全毁了 这下只能用男主的话参赛了 男主本想拒绝的 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老婆拿出去展示 但是女主安慰他 没事 只有获奖才会被展出 你不获奖不就得了 而到了公布结果的那一天 男主的老婆 大大方方的被摆在正中间展示 旁边还写着两个字 饮奖 说好的不公开出行呢 第二天 男主收到了一封情书 这还用想吗 那必须拒绝呀 因为他已经有十几个老婆了 男主跟女主说已经想好要怎么回复了 这就是你想好的委婉拒绝法 你他娘呢还真的是个天才 后经女主的开导 男主前去礼貌拒绝地情书的学妹 用的是比较烂俗的借口 说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随后学妹问了 那你喜欢的是余佐美学姐吗 这学妹是个明白人啊 导演派你来助攻的吗 走在一旁的女主呢是非常的紧张 她无比希望男主能够点头确认 但是男主并没有给她任何的希望 直接简单粗暴地给否认了 毕竟在她眼里三次元的女生 仿佛就不是女生 要说男女主的感情 也不是一直都没有进展 有一次女主的朋友们来美术部玩 实际上呢是来助攻的 先是给男女主画了画像 但是我看他们的意思 应该是准备画结婚照 只不过是画工不太好 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饮料 男主直接喝了女主喝过的饮料 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 你到底对女主有没有意思 虽然这一天很甜 但是到了第二天 二人以扰乱学校风际被公开出行 我就知道 糖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而且不光没有糖 女主这边呢还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对手 这天男主班上新转过来一个双马尾橘毛 橘毛的座位就在男主旁边 朋友们都让女主加强防范 女主表示根本没兴趣 那货根本就不喜欢三次元女孩 这或许就是正宫的自信吧 但她显然实测了 这个橘毛呢 是个和男主一样的老二次元 十分钟二 二人瞬间就拉进了关系 成为了知己 这回女主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人在教室座 帽从天上来 好不容易约了男主一起去书店买东西 没想到男主竟然还约了橘毛一起去 难道你们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三人行必有绿帽者 到了书店 男主和橘毛疯狂一起讨论漫画 看到这一部 女主竟然有一些放心 因为看二人对漫画的痴迷程度 更像是朋友 在回去的路上 三人看到一个男生的气球飞到了树上 男主决定拖着女主帮这个男生拿气球 本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感觉很是正常 直到我看见有人评论了一句 逼上梁山 或者说是逼上梁山 这位兄弟你懂得很多吗 但是男女主都这样了 还是没有能够着气球 这个时候就该橘毛上场了 谁也没想到 她的弹跳能力已经达到 可以腾空三里多 这一种程度了 是在下输了 竟然小看了橘毛 这天女主正在画画的时候 隐忍的情绪终于爆发 不为别的 就因为社团里的石膏像被布园黄毛给涂鸦了 想想也是 谁看着这个头顶着肉字的石膏像不出戏啊 这时部长告诉他们 隔壁的储物间里可能有旧的 大概能凑合着用 于是男女主呢就一起去了储物间 而且这个储物间的门呢还不是很好使 这是个知识点啊 同学们记一下 历来门锁坏 男女主必被锁在里面 被锁必然会发生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果不其然 部长走之前好心的关上了门 二人合力开门 等等 你说什么 看结果就知道这二人运动没好使 这会儿放学了也没人会来救他俩 其实黄毛是来看了一眼的 但是被作者安排了一根耳机 战术性耳聋 这下完了 搞不好得住这儿了 女主是害羞的很 难道今夜就要将生命的新火传承下去了吗 他甚至还幻想了男主拥抱他 为他取短的画面 但现实中的男主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还有一招 看我的手办老婆有远光灯 我们拿这个光晃一下 学校里巡查的老师就能发现我们了 但是他俩非常的不走运 这次巡查的是他们的社团顾问老师 出了名的胆小 直接被远光灯给吓晕了过去 最后二人发现了杂物后面 储物间和社团连着的门 成功实现自救 以前的石膏像也被取了出来 但是果然恶趣味的人都一样 如果不是被涂鸦了 谁又会把他尘封起来呢 自从有了这个储物间之后 橘毛和男主就经常在里面一起看文化 这天二人发现了一封信 信里说学校里藏着宝藏 是一个寻宝游戏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好说的 很简单 我们直接看结果 三人从一块地砖底下 发现了一个小盒子 女主缓缓的打开 哇哦 金色传说 但女主只看了一眼 就盖上了 因为这个是给绅士看的那种书 虽然他不想看 但是部长却很想看 还声称这书很危险 要再回家自己处理 勇士 你诚实一点不行嘛 之后这书还不小心被黄毛给看见了 那一刻他成长了许多 不愧是青春修炼手册 真是走向成熟的必备佳作 在之后的日子里 所有人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女主给考试不及格的男主和黄毛补习 大家还一起合力完成了文化记上的罐头艺术 转眼间就来到了最后一集 这天外面的雨下得很大 橘毛没有带伞 他本想和女主一起回去 但是女主还要帮老师处理一些事情才能走 于是橘毛便和黄毛约着一起回家 随后女主遇见男主跟他说了橘毛的事情 让他打伞送橘毛回家 看似一切都被安排妥当了 但是女主准备回家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伞被闺蜜给拿走了 但是之前他已经把男主给推了出去 让他去送橘毛了 这可杂整 搞到最后只有他自己没有伞 但当他走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 却发现男主正在等他 原来这些都是闺蜜的助攻 闺蜜跟男主说 让他送女主回家 这简直就是神仙闺蜜啊 而男主的伞看起来也是很符合他的气质 在雨中男主想说什么却又停住了 女主超级好奇 因为他感觉男主就是要跟他表白 毕竟当时的气氛很好 而且这都最后一集了 还不告白等啥呢 但是男主并没有按套路出牌 他想告诉女主的是 他又有新的老婆了 和女主的属性很像 名字很像 发式很像 脾气也很像 但就你嘛 不是女主 你说扎心不扎心 最后女主也想开了 啥告白不告白的 就维持现在的朋友关系吧 反正说啥 男主那个荧幕脑袋也不懂 男主结局也挺悲伤 他喜欢的那个动漫人物 已经从老婆变成母狐狸了 因为动画播出第五话之后 他发现这个母狐狸竟然一有男朋友 那还玩个鸡 只能去挖掘新的老婆了 完结洒话 这部番呢就是轻松搞笑日常番 不知道包不包括恋爱 说包括吧 俩人也没恋 说不包括吧 女主还暗恋了一整步 这事弄的还挺尴尬 其实女主呢还是挺强的 她有好几次都自曝自己喜欢男主 但是男主从来不感冒 根本就不往那方面想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男主不知道 妹子真的是好惨呢 好在她最后也琢磨明白了 还是做朋友好 估计也就是感觉男主压根就不能转变 不会喜欢上三次元的女孩子 自己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我看完都感觉女主没希望 因为男主实在是太执着了 感觉三次元女孩在她眼里 就压根不是女孩 仅仅就是同学 所以在看完这番 一定要奉劝同学们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双眼 看到对方是喜欢二次元呢 还是三次元呢 免得一往情深 最后却输给了纸片人 那可就悲剧咯 那在这番剧中呢 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物呢 就是荒毛克雷特 但是在这番当中呢 我没有怎么提他 那是因为我主要说的 就是男女主的关系进展 但是他呢 却是真的可爱 我一看到他呢 就会想起荒川爆笑团里面的女主 总感觉两个人呢 就有莫名的相似感 那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呢 真的可以看一看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点亮 小铃铛爱你们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